請 他跟著我一起跟著走 馬上叫我 等我一等 馬上說 很熱鬧 就去給我放一首 這個真的太誇張了 但通常你遇到 歌迷瘋狂的行為 怎麼辦 比如說像口香糖那次 後來你怎麼解決的 我到時候我真的是不知道 怎麼辦了 到最後肯定是吐了 對啊 對啊 否則是 有時候又怕傷歌迷的心 但歌迷有時候 一些瘋狂的行徑實在是 其實我的歌迷還挺好的 他們還比較理智 不像是那麼特別瘋狂 每次我去 他們去在飛機場接機 還有去送我的時候 他們都是真的很自覺地 分成兩排 就是留出一條道讓我走 玩他們來 不讓別人進去 就是他們很懂事 很懂規矩的 是不是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 寒根未來呢 其實剛剛有提到 除了我們看到 他目前這個新的專輯之外 已經要進軍到大螢幕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看看 不一樣面向的寒根 到底表演起來 有沒有那個Fur呢 我們今天一起來進行一個 演技大討厭 第一題 在舞台上忘情地跳舞的時候發現 褲子竟然悄悄地鬆落了 這個時候你要故作鎮定 而且繼續表演 來吧 是褲子鬆掉了還是 褲子鬆掉了 往下 對 鬆掉了 就一直掉 因為麥克風太重 啪就鬆掉了 鬆掉了 就跳到一半突然間發現 你只剩下一件 底褲 沒有 那時候我早就應該發現了 早就有感覺會 會拔住啊 或者把腳 因為有一些經驗 每次跳舞的時候 會腳分開一點點 把它頂住 不讓它滑落 盡量不要 就跳舞的每一個動作 稍微把腿分開一點點就可以了 好 那你現在演 就臉部表情就好 如果它已經掉了 結果你發現歌迷都在指指點點 說 這個時候你要的表情 就是有點尷尬 但是還是要故作帥氣 好 我們來看哪一號機 哪一號機 好 看這一台 要邊跳邊演嗎 可以嗎 那我要站在這裡 好 我們邊跳邊演好不好 鬆 逐漸算鬆了 鬆 帥 好尷尬 哇 女生還要跳 拉 拉 拉 咖啡 哈哈 有有有 就是那個 可是還是有假裝 沒事還在跳 其實在表演中 應該常常發生這種事情 其實我真正如果要在舞台上發生這種 我表情不會變了 你不會變了對不對 最尷尬你有遇過什麼狀況嗎 最尷尬 就是 應該沒有太多 因為我在舞台上準備 會檢查那分自己 對 對 如果萬一 有任何狀態 一萬一有什麼狀態 你就也 也要繼續進行 繼續進行 就是說 頂多就是說 把那些動作會稍微變化一點 把那些動作回 還是要 還是要 拎過去就對了 好 這一題比較內心系了 情年前的前夕 你想要給你女朋友一個驚喜 結果你到你女朋友家裡的時候 發現你的女朋友 正在跟別的男孩很親密 這樣好了 我們有一個開門的動作 就是開門前 滿心歡喜對不對 一開門見到他 竟然在跟別的人 對 不然 他們在 然後 你一口我一口的像花嗎 就是 好啊 開個門就看到了 你一口 你一口 打擾 打擾了 很有風度耶 好帥氣喔 但遇到真正的情形的話 你也會這樣嗎 就 我因為我不想再 你不會有這個正面的衝突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 已經成了這樣了 你再去衝突 如果沒有什麼任何的結果 還浪費時間 還讓你去吃 瀟灑的走掉好了 你自己有遇過這種經驗嗎 你有 對 那你有談戀愛的經驗嗎 有啊 有啊 因為我想問你在發展很辛苦 你一畢業就去那邊 還可以談戀愛嗎 那個不是 那個是比較早 念書的時候 對 是有說的 所以念書的時候還可以談戀愛 我覺得這個 人生正常的交往 對不對 就是有那種 戀愛的滋味 就是很簡單很單純 對 可是我是不是做了藝人之後 尤其你在韓國會被限制嗎 經濟公司真的會限制 其實它不會限制你 嗯 只要說你自己注意 不要說 嗯 有太大的事情發生 所以還是可以正常的交朋友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的 這題也是有點尷尬的表情 就是它的表情可能很複雜 就是一向以來 你就想像你這位宣傳 它一向以來跟著你每天 陪你一起飯店 幫你整理行李 它是你的哥們 稱兄道弟的 結果突然有一天 他就下班 他就鼓起勇氣 喝了一點小酒跟你說 韓哥 我愛你 我每天 幫你吸油的時候 我都忍不住想親你 韓哥你已經開始在做戲了 這個時候 你會怎麼辦 愛什麼 會怎麼辦 韓哥 我 我其實 很愛你的 你開玩笑了吧 我是真的 如果不介意的話 我能親你一下嗎 你先回去睡覺 是吧 明天清醒了再跟我說 韓哥你怎麼一個人 這麼鎮定 韓哥的情緒都是 那你先回去睡覺 現在那個宣傳臉有點紅紅 說不定我把他心事講出來 以後你們兩個在相處可能會有點 奇怪 好 韓哥所以基本上 你是一個 如果是以你自己的出發點去演戲 其實你是一個 比較 會 你不太會表現很強烈的情緒對不對 因為我是怎麼說 是一個很不會說話的人 也不會去安慰人 也不會去說話 不知道怎麼去說話 因為可能我一句話 是不經意就會傷到別人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人去演戲非常好 因為我們可以有很多的管道去抒發一些自己可能平常會掩飾住的正常的情緒 但是在演戲上你就可以盡情的發揮 所以如果是想要演什麼角色 你現在第一個最想嘗試的應該會是什麼樣子的 他比較喜歡動作片 還是動作片嗎 對 比較喜歡 可以展現你的身手 先 這樣子 對 我喜歡的說是他有 比如說有親情的 有愛情的 稍微有一點那種 稍微有一點生動的 嗯 故事性的 故事性的這樣子 繼續這一題呢 是經常都會要 演員可能會碰到的 有一天你要獨自一個人遠行 父母親送你到機場準備 送你 你離情依依的十秒鐘留下你的男兒淚 我相信這個正常生活裡 是真的有發生這樣的情形吧 嗯 有 他們送你 然後你必須 要遠行去工作了 那樣的情緒 那樣的環境 你就一下就能點到 對 就會溜揚了 對 現在有可能想像那個情況嗎 你們好厲害 用好自在夜用